本来我们这就是领养 不是购买 如果这个狗不是完美的 更能提前自己的爱心 紧张吗 嗯 害怕没有人带走他们 你们的新主人不一定有能力 同时受养你们两个 你要提前适应一下 安春 把球给我 哎呦 安春 别跑 详情大会啊 一条 哎哎哎哎 一条一条 一条一条 你看人家都被你吓到了 他是怕人对狗有敌意 你在外面要听话 你看你今天就跟城市的狗进了农村一样 你说来领养他们的人 是会什么样子 我们好好地筛选一番吧 对 本节目由天猫精灵cc10 十寸家庭智慧大屏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温情相伴 宠爱一生的众安宠物险赞助播出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我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老的那儿也去不了 我哄哄哄哄 把你当成 收心里的宝 马上明天你们就要见你们的领养人 就是你们未来的主人 据说我们晚上回去可以看到他们的资料 哇哦 然后我们要跟他们打电话联系 该来的终究是要面对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我希望我的安全可以有一个 有游泳池 有草坪 最好就是一个庄园一样的主人 过上皇宫般的生活 明天来接他的那个主人 然后就会把这两条狗狗的毛病都告诉他 如果他们还愿意接受的话 那就是真的爱 对 你也不能道德绑架他 说你来领养就是要有爱心 对不对 但是我就是可以啊 我就是这种道德绑架他 没有 你是不怕被道德绑架的了 我就没有见过你这么有爱心的男人 你也是太有爱心了 我就没有见过人 有一个人能把这么胆小的狗 配上了这么大胆 大胆吗 你想想刚开始的时候 是哦 出门都不敢 还蛮有成就感的 说的有一点舍不得他 哎 我觉得他们今天算是 彻底放开了 放飞了自我 自我了 对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带你们出来玩了 我也好舍不得哥哥们 我也好舍不得哥哥们 还好这两天 他们留给我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我们拍拍照好不好 能得出来一下 一条 一条 听到没 要互相看 一条 听到没 要互互看 笑一点点 一条 你能笑得再傻点吗 宇健哥哥就是这么笑的 我们超酷的 对 来了这不就 看着哥哥哥给你们拍照片 看前面 一条 一条 看哥哥 我们换个地方吧 哥来我帮你拍 拍我们的背影是吧 好 你跟中国拍一张吗 好 哥哥 快给我 给我 狗子 快安装 脚子 脚子 好 遇到了一连一度 喊安春的时候了 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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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呀 又还来了 飞飞飞 放住了 让你看看老司机是怎么放风筝的 老司机 放风筝 飞了 哥 我们一起放吧 上 孩子给我上 一条 你看 风筝在飞 哥哥在笑 安春在奔跑 美好 还能有多好 哥哥 今天不管你们想做什么 我都陪你们开心到最后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带你们出来玩咯 今天我们要浪翻全场 好不好 跟我们去钓鱼吧 好的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钓鱼点 好喜欢钓鱼啊 一天啊 给你钓点鱼吃好不好 哥哥们钓鱼一定很厉害 好期待啊 我要吃红烧鱼 这里面没有多少鱼的是吧 哥哥 鱼什么时候能钓上来 我感觉我钓不上来 我也钓不上来 还以为你们是王者呢 没想到连青铜都算不上 一天啊 快看 喝了有蛇 我吓我吓我他 咋了 安春哥 那是钓鱼的东西 不是蛇 不是蛇是什么 应该是蚯蚓 哦 此时此刻的我看到这番迹象 就像银丝一扫 好诗 难怪哥哥们钓不到鱼 原来是他们两个在搞鬼 快走开 我们在钓鱼呢 安春不要叫了 你一叫就没鱼了 都被你吓走了 什么鬼 我在帮你们擀鸭子 你们还怪我 安春哥 你这样叫鱼都吓跑了 你没看到有鸭子吗 鱼有鸭力都不上来了 我吧就慢慢游游的 有本事下来啊 要不让它下去吧 我来 让它下去吧 就是吧 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吧 去吧 齐卡丘 走 还真下来了 安春快去抓鸭子 小鸭子 快躲开 安春快快 快 小鸭子别跑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换主意了 我要吃烤鸭 烤鸭别跑 回来吧回来吧 别别在里面抽筋了 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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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们实现 被我赶跑了吧 好了 现在安春的需求更高了 不仅仅只是需要一个草坪 他还需要一个游泳 鸭子 一条 看到没 鸭子都被赶得远远的 你不是去抓鸭子的吗 是吗 哎呀 我给忘了 啊 安春哥 鸭子又过来了 那不是鸭子 那是什么 是烤鸭 烤鸭我来了 来啊来啊 你别跑 傻子在跑跑呢 总算赶跑了 一条 不厉害吧 烤鸭呢 嗯 没看到他是 非行嘉宾吗 算了算了 你得了吧 你看 这能钓到鱼就鬼了 我不会在这坐了一天 都钓不到吧 没事了 钓鱼的快乐 不是钓到鱼吗 坐在那里钓就可以了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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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春 安春我要走了 好 我们走喽 走喽 安春在前面啊 打先锋 好嘞 吹架风满目 人意从万中要梦 对了对了 哎 好样的 哥哥 我的腿又不听使唤了 一条 哥哥 等等我 我的腿不听使唤了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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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吃饭 跑不动吧 知道还跑那么快 也不等待人家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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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奔跑吧 我的宰宰 好嘞 先速前进 你等等我 安春 下下哥哥 安春 下一条吧 下一条吧 还好这个沙铃 他真的不敢期盼 一条 走走走走走 一条 一条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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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 一条超近路吗 你信哥呢 哥 我是找他 道路千万条 哥不信一条 行车不规范 哥哥俩好累 哥 哥哥 我跑得比你快 我去叫雨剑哥哥 漂亮 安春 一条呢 你是不是走过了 一条在前面 一条一条走 一条走了 安春 一条走了 走了 一条 安春牵拐 一条跟着呢吗 一条呢 一条在后面 看到了看到了 哥哥 我跑不动了 抱抱 一条 抱什么抱 别埋没了你那双狗腿 跑起来 哥哥 我的腿又不停时光了 一条一条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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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撒娇上瘾了 奔跑吧 兄弟 安春哥 我是真的跑不动了 这是我的极限挑战呢 你不抱我就不走 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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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才是我相望的生活嘛 走着 走着 走着一条 你自己不愿跑 还得我带着你 一起逗风 一条 你看不开心 一条 你看不开心 开心 开心 开心极了 你看 安春都在跑 你在坐小汽车 你还不开心 安春哥 你快点 我们要追上你了 来呀来呀 安春 我追上 安春 好久没有这样开心 好希望这样没心没肺的 如果时间能够永远定格 哥 我要拼命记住哥哥们爽脑的笑 记住安春哥 放肆地奔跑 记住每一个美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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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一夜你们开心吗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带你们出来玩咯 即使以后 没你们在身边 还有很多回忆 那让我在不经意间想起时 嘴角忍不住地笑 我来不见 我来不见 你可不见 我来不见 这一夜 我来不见 你不见 他们在哪儿 你不见 我来不见 你可是我来不见 你不见 我来不见 看看铁铁 铁铁铁铁铁铁 是小哥哥来了 铁铁 关他就去看人家姐姐 旁边有 好 帅气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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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给我看看 我们现在要给你们的领养人打电话了 期待吗 我只期待 峰回落转 我们不分开了 亲爱的张宇隽 朱正廷 你们好 感谢你们在这十天内 对一条安纯的关爱和陪伴 让两只狗狗有了比较大的改变 适应了与人类相处的生活 为了能让狗狗们 找到最适合的领养家庭 节目组进行了领养招募 最终领养人名单将由你们决定 看一下后面 第一张 第一张 一条 哥哥们开始挑领养人了 你不进来吗 这一刻 怎么来得这么快 其实一条都是比较难的 完全我一点都不担心它 我就觉得给一条找会比较 那 嗯 第一张 第一张 职业是 策划师是什么呀 能赚很多钱吗 应该反正不少 一般像这种的 但他只有23岁 他写领养室友的 我以前就领养过 种犬 有一次男朋友散步时没有签口 是让我宝宝走失了 可能签一身多重要 尤其是一条 对 忘了他感觉就很像 他可能会很喜欢一条 用了一个月才想办法 说明还是蛮有耐心的 对花了整整一个月呢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吧 这是个女孩网络编辑 网络编辑的话 岂不是可以一直在家里办 对他就是一直在家 那他就可以一直陪 如果是他们这种狗狗 我还蛮偏向于 一开始 对一直陪的 我是个胆子特别小 女生在家总是这种担心害怕 所以我想你 营养一条高颜值大狗狗 白天我平常晚上他在守护 他这个想法和 就是领养狗狗的初衷是吗 对不是我很喜欢的你那时候 我也是 他的年龄是52岁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有点危险 哪个危险 他们俩年纪都比较大 我害怕 对吧 一条没问题 嗯一条是没有问题 但是安城会有一点问题 对 先给一条留着吧 嗯 就是给爷爷奶奶的对吧 嗯 他可以给一条 嗯 想要领养一条狗 来减少父母之后要面对的悲伤 就带定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次这边 我们现在是多少个人啊 五六七八 我们再筛一轮吧 嗯 这个真的不行 就绝对不OK 这个我觉得还行 我们当时说吗 他养过吗 他没有养过 真的要带定 嗯 这个我 不是很建议 好 拿掉 对吧 嗯 暗中哥 你说哥哥们 会给我们找一个什么样的主人 嗯 不知道 但肯定会是 得有那好的人 暗中哥 鼻子有点酸 别哭 男子还不要哭哭唧唧的 好 还是八个人 就这样 每个四个人 你打四个 我打四个 我们就先不要问他就说我们有建议或什么 就等明天看问他 说不定说不定他可以 把他们两个一起带走会有人 我们先不说 对 先不说吧 哇好紧张天呐 喂 你好 哎你好 你好我是张雨剑 我我我我我是 动影选中了吗 对对对对对没错 哦 哦我要狗狗 啊 我要狗狗 我要狗狗 那就是 嗯你你那个职业上面写的是自由职业 请问你具体是哪一方面的职业啊 是我作家呀 哦你是作家呀 作家太棒了 那你太棒了 作家太棒了 因为因为我们还是希望给狗狗找一个有一定经济收入的 因为这样会比较稳定 对对对我觉得你说这话很是很很责任的 因为明天我们可能会约几个人过来一起看 然后我们不光是看看那个主人的情况也要是主要是狗狗要对一下演员 你们也要对一下狗狗的演员 好的好的 好的那么明天进 明天进 啊好 谢谢 你好是胡杨玲先生吗 哦对 你好 你好我我是狗狗现在暂时的主人 我们这边有两只狗狗 然后但是两只都不是那么纯的品种 身体都是健康的 就是就是有一只狗狗的心理上可能你会需要长期的陪伴 当初选的时候就也是看中了那一只年纪比较小的狗 但是他的心里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 可能你们要先花更多的精力去抚慰他的伤口才可以 暗装哥哥哥们好认真地把我们选另一样人 可是他们越认真我就越难受 啊 哥哥可以不选了吗 我不要离开你们 暗装哥你不要这样 哥哥们也很为难的 可是越到这个时候我心里就越难受 我不想待他这里了 暗装哥 让我进去 我懂得暗装哥的感受 我又何尝不是 可是这样的分别 从哥哥们来的那天开始 就已经是注定的 暗装哥 我们要好好的 哥哥们才会安心 嗯 拜拜 拜拜 我突然之间舍不得 是吧 我突然之间舍不得 哎 狗狗们不喜欢怎么办 如果实在在不行我就发微博帮他们叫 嗯 估计以后也见不到了 嗯 哎 见不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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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婷哥哥呢 在外面 好像哭了 哥哥 别哭了 是我不好 不该让你为难的 哥哥这样 我也好难过 一开始我就抱着我要帮他们走出心态 然后安慰好他们一个情绪你知道吗 到下午的时候我都还好 我刚刚打电话的时候我都打 打完电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是吧 我是我是在打最后一个 看到就是两个电话的时候 哇我的天 就生怕别人都照顾我 照顾不好 安诚哥 你也哭了吗 哪有 是水浸脸上了 我们也早点睡吧 嗯 今天要跟他们一起睡吗 嗯 最后一晚了 嗯 我把铁铁就放到了跟下面去 然后今天让他自由的在下面去探索探索 嗯 嗯 是想记住我吗 我下楼吧 啊 下楼喽 去楼下楼 把它放在萌子里吧 来 来 对 那猫窝我也给你放进来 好吧 嗯 天天我走了 你在下面好好玩啊 虽然不想离开小哥哥 但是我能理解 最后一晚 一条个银唇 更需要小哥哥们的陪伴 就让最后我抱抱你了 以后你就要去别人外边了 能和哥哥一起睡 银唇 哼 就是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你看这么多天 那还是有感情的是不是 嗯 你要随你 要尽快忘了我 知道吗 你要记住新主任 你要忘了我 忘了我跟你一件鸽 好吗 我不要 我一辈子都不要忘了你们 放床睡觉了 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个晚上了 又想陪在暗床哥身边 又舍不得哥哥 好究竟 一条的确具有那种 让人退缩的领养的属性和理由 筛选了不少领养人 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吧 不过我觉得 真的不要强求 明天看吧 晚安 你俩人什么时候来 你俩人什么时候来 第一个人说来的时间比较早 第一个人说来的时间比较早 安全给你换身衣服 脱衣服 脱衣服 好嘞 安辰 过来 又要穿上我的八道总裁装了吗 乖 哥哥 一会儿要好好表现哦 知道没 放心吧 哥哥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 让他们喜欢我的 好 去吧 我去带一条穿小裙子 小裙子 一条快被改造成一桩屁了 为什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条 一条 哥哥 我在这儿呢 一条 快来穿上你的漂亮小裙子 碎花的哟 怎么是这件 哎呀 你真的太可爱了一条 太萌了吧 绝了 哥哥 可以换一件吗 快穿上吧 很适合你娇弱的气质 对 真快 一件哥哥 快来救我 你已经一天就要被领养走了 我知道 小哥哥 我会想你的 吃吧 等会儿再来看你 再来我 我下一次 我就跟谁 这么一样 这么一样 心愿意 开心 余健哥哥 快来看一条 你看他都穿上了呀 对啊 你不是说今天给他穿小和服吗 余健哥哥 能帮我换一件吗 挺好的 我们走在一起 就是霸道总裁 和他的小娇妻 你才小娇妻呢 那我把他俩东西收拾一下吧 收拾东西 又要出去旅行了吗 不要带上我最爱的小琼琼 哥哥 别忘了我的小琼琼 有时还挺羡慕暗专哥 没心没肺的样子 少了很多烦恼 我们拿了个盒子 正好一人一个 一条 看到了吗 我们又可以出去玩球了 暗专哥 这次出去 可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什么意思 这是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吗 这里也有大盒子 太棒了 玩具都给安春吧 玩具都给安春吧 这个是一条的 这是一条的 他们俩的 我们帮他们扎落的 一人一个的小猴子 对啊 也给他们带上了 球啊 安春喜欢的球都给带上了 我们这边的就是大宝宝 这个给给一条吧 这个给一条 嗯 一条 你怎么走了 我看不了这个画面 客厅里也全都是回忆 我去楼上啊 安春还有两个狗在楼上 谢谢 哎呦 宝贝 出来 安春 来了 你的宝贝一声线 我把这两只大狗狗也给你带上 好不好 好 还有外面那只傻狗 能一起带上吗 安春哥 你又要害我掉眼泪了 好 我这边已经好了 好啊 对安一条好选这个窝 对 一定得给他带上 一会儿要好好表现啊 你们两个人 哥哥 我会尽力的 嗯 我也会拼尽全力 争取离开哥哥们 嗯 争取离开哥哥们 还要离开 喜欢撒家的一条 离开莎莎的安春哥 那我们 差不多就等等你养人吧 好 好像来了 来了 来了 来了是吗 来了 迎接新主员了 一条快点 哎 小心 小心 哈喽 你好 你好 啊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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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啊 你 你们好 喜欢吗 享受吗 你好你好 要进去 你好 进去坐着看吧 好 先进进来坐一下吧 安春设计开始了 嗯 你们坐吧 啊 随便坐随便坐 我们坐吧 小妹妹 我给你表演一个绝会儿 吐嘴 撕着狐 看着安春哥这么努力的表现 有点难受 小妹妹 厉不厉害 喜不喜欢玩 妈妈 我能摸它吗 可以啊 我主要是我的小孩比较喜欢狗 他们想要一个伴儿 这个狗多大呀 它三到四岁了 小弟弟 来摸摸我吧 我也要好好表现 不能让哥哥们失望 对对 它先主动 我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了 加油 我可以的 你好 打完招呼了 应该可以了吧 它比较胆小 因为它是从狗肉馆里救出来的 对 那那个还比较特别一点 原来一条自我保护的那个感觉会比较强 它倒是对人一点攻击性的 没有 对 就是怕人 它要花很多的耐心去照顾 对 一条 是时候展现你真正的技术了 什么 撒娇啊 像我这样 我只对哥哥们撒娇 你就这一个才华 别吝嗦了 好吧 我准备开始了 五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你不要不要我摸它 他可能走太快 他就会比较怕 哥哥 我尽力了 你慢慢地跟他去说握手 他可能比较难 那一支都会 这 坐 坐 好 走 你看 看到没 你要是对他好 他就听你的话 看没 来 给你 去玩吧 他还会玩玩具 嗯 我还会大跳 看到没 你大跳 对 这支调皮一点是吧 对 这支比较调皮 如果你们有空间有能力的话 也可以两支一起领走也是没有问题 对啊 一起领我们吧 一条离不开我的 我也离不开一条 拜托了 两支就有一点点精力有限 你主要就有两个小孩 这样吧 然后我们家 其实也好像只够了 我们那一只狗 我们出去商量一下 好吧 我还是想想想 这是小的 小的是吧 嗯 我只会大的 那你们就商量一下吧 对 我们先商量一下吧 对 我们跟哥哥们那个 好 谢谢 辛苦你们跑一趟 辛苦你们跑一趟 决定营养哪一支 然后就给我们发消息就好了 嗯 好 谢谢 嗯 没关系 走 回来了 走 安正哥 如果有人把我们一起领养就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分开了 我也希望是这样 他们今天要不停地进入接客模式 我感觉一条现在对人已经好多了 对 我还以为他会跑下去呢 嗯 他并没有 好 哎小心小心 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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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这么欢迎我啊 那我们先进屋里坐吧 好 他现在叫安陈 哦叫和 安陈 哎英文名了是吧 没有安陈就小鸟 哦哦那个安陈 对 他的名字呢 他叫一条 一条 对打麻将一条 哦对 安正哥 我们要进去吗 东东 我先吃一口 吃饱了 才要立即招待客人 一条 您就是冲着他来的是吧 哎对 哦 我就喜欢大狗 嗯 一条 您过来啊 傻站在那儿干什么 他好像更喜欢你 所以你要更努力 让他喜欢上你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一起被领养啊 嗯 我要更努力才行 一条 一条过来 过来 来这里来这里 来来来来 快快快 这就对了 你不在 我也不会去的 安陈哥 不许你说傻话 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好 就是 一条属于别的狗不能接近 嗯 但是他可以 对 就别的狗一接近 他那个自我防卫的那个意识 特别强 他是当自己家里人的意境 对 安陈 握手 握个手 哎呀 你太难了 他是走到哪儿跟到哪儿的 嗯 他就是喜欢人 黏人是吧 嗯 安陈 安陈 嗯 安陈属于是最亲近人的 也比较有教养 我是不担心的 就是愿意去领养他的人 有很多 一条 希望你找到一个好的主人 嗯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 你更倾向于安陈是吗 嗯 好 既然领养了 就肯定是想要把它一直养下去 呃 我个人喜好的话 会更喜欢这个 对这一支是吧 安陈 啊 啊 行啊 嗯 好好好 我先走了啊 你不是你出去的时候了 好了我先走了啊 嗯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走 走吧 一条 一条 一条回来了 现在我觉得安陈起码会有 会有 会有个好的归宿 目前来说 嗯 一条的原因 现在就是一条 嗯 现在就是一条 嗯 你看 我应该是一条 增加日子 上鱼的 麻烦会有 很便宜在不正中的 你有招ing的 你工作都未经历,大家都悬促了 好吗 哦 從今天起 4月10號就是安晨 還有一條你們的生日 對 我們是同月同日生 你幹嘛 我養狗的經驗就是很豐富 我怕我搞不定 如果真的沒有人理養 我一定要 趕緊聯繫我身邊的親戚朋友們 看看誰想養狗 好好好 謝謝 拜拜 搞定了 是你嗎 你好你好你好 哈囉哈囉哈囉 精靈 我 我喜歡你 不好意思 我們好像不太適合 太想自尊了 死精靈 壞精靈 死精靈 壞精靈 死精靈 壞精靈 哼 妹妹 你是不是跟精靈吵架了呀 精靈說他更喜歡你 我再也不用把我的心藏起來了 我再也不用把我的心藏起來了 大家來吃點點心吧 這可是團子的最愛 這可是團子的最愛 今天的零食是什麼 大福叔叔 吃過飯了嗎 你先去吧 團子呢 團子已經在吃了 好的 你是因為天氣太熱的原因嗎 我沒什麼胃口呢 真是女神范兒啊 真是女神范兒啊 團子吃東西的時候也好美啊 女 我聽到了什麼 精靈哥哥 難道 你不吃零食嗎 妹妹 你不吃零食嗎 叔叔 你多吃點吧 我沒什麼胃口 是因為精靈和團子嗎 什麼情況 有點亂 我得先捋一捋 精靈喜歡的並不是妹妹 而是那個吃貨團子 現在看來精靈和團子 隱藏得很深啊 怪不得妹妹那麼傷心 妹妹 什麼事啊 我說 傷心可不是你的風格啊 我看起來很傷心嗎 咱們的妹妹 咱們的妹妹可是 汪苗村的第一大美女呢 不僅長得漂亮 還可堅強啊 大聲說得對 我要堅強 沒想到小屁孩長大了 那是 那是 也不看看我是誰的徒弟 那 聽到大聲的話後 我的心情好了很多 這首本小姐的男瞄可多了 祝精靈和團子 永遠幸福 好久沒有美容了 毛髮都變得枯燥了 這裡 這裡 這裡也是 那樣 上微博 帶汪苗物語話題詞發握 邊看邊聊 好無聊啊 有沒有什麼好玩的呀 不僅 是叫我了嗎 告訴你 無聊的時候 玩豬皮疙瘩最好了 沒有一點是安靜的 嚇我一跳 剛剛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飛過去了 這可哥哥好帥呀 我也要 姐姐疼 有什麼好玩的 偷小偷小 不是那樣的 我可是想抓娃娃而已 哎 打住啦 啊 玩得好遠呀 終於逃跑吧 也覺得 一切好大呀 嘿 我棒球咯 現在我也是高手啦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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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笑 這個才是真正考驗力量的 哼 好好看看我是怎麼爬的 哇 哇 哥好帥 嘿 這個對我來說簡單 能到這個高度才算是高手了 我也隔魚 嘿嘿 小黃兒也挺厲害的嘛 我才不問書呢 我一定想 來 咦 咦 啊 嘿嘿 我也要試試 好吃 可以 冬羊 小灰你还小 这对你来说太早了 我也可以的 小灰别上来危险 我这也怕 都说很危险了 抓住了 没意见了 小宝宝还是多喝点牛奶再过来吧 嗯 我不能放弃 我也要电脱 小灰 劲不挺大吗 祝贺你 谢谢你 哥哥 再努力努力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呀 咦 是零食的味道 咦 小花哥哥在做什么 这有一股零食的味道 咦 这里果然有零食 要怎样才能吃到零食呢 太小了 哥哥你太大了 不行 你让开 你刚刚不是已经吃了很多吗 你让步 让步是什么 可以吃的吗 这个能吃吗 能吃吗 你能不能吃吗 这个能吃吗 特意有趣的 小灰突然不见了 哎 小灰禁里面了 不是第一名 他都看起来好像更多呢 这些灯火的 什么 我怎么拧食呢 我怎么拧食呢 我动不了了 我放弃了 这个你太大了 你不行 这些都是我的哦 哼哼 我也想吃 小灰 你在这里吗 在这里吗 去哪儿啊 哥哥你也拿不住啊 那你帮我拿嘛 我也想吃马 给哥哥吃饭一下 太好哦 看到了吧 就这样 我先走哦 哈 啊 上微博搜索 光标误话题页 观看更多萌重视机 下周了 有点 这是怎么回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天哪 我的女儿竟然主动开始运动了 精灵都说喜欢我了 我要变得美一点 精灵说更喜欢你 什么 你说的什么话 正如我所说的呀 你们俩好好相处看看吧 团子运动的样子也好美啊 要不我去打个话 如果她不喜欢该怎么办呢 那个我也可以一起进去吗 你走开 好 我去看看 团子 你在运动吗 精灵看到了我运动的样子吗 那个 你做完运动了吗 要不我们一起去玩玩 好啊 一起玩吧 这 真的吗 那 那 我们玩什么呢 那个 玩什么都好 我简直不敢相信 好像在做梦 团子刚刚说要和我一起玩 团子终于肯接受我了 我 我绝对不会再错过了 说实话我之前一直很纠结 毕竟梅梅 但现在心结终于解开了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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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开心 是超级幸福 好好玩啊 是吗 那我也要试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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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子 你今天真美 哎呀 说什么呢 人家好害羞啊 真是的 哦 哦 它们俩的春天终于来了 我得去帮帮它们 那 我的妈呀 吓我一跳 弹子 你还好吧 这样应该帮到他们了吧 吓死我了 不是这样的 对不起啊 金蕾 我怎么会故意 本小姐嘛 就是想成人之美咯 没关系 重要的是 今天终于和团子约上会了 今天好像和团子亲近了很多 我感觉团子也喜欢我 如果我们的关系变得再近一点 我想表 表白 想想都好紧张 该怎么表白比较好呢 这么重要的夜市 我得好好想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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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音乐 禅使官们 想知道更多一条和安春的闲暇生活 以及从汪苗小屋走到职场的铁铁金矿吗 赶快扫码关注吧 我叫一条 是一只母胎流浪狗 安春 坐 哇 真乖 我渴望与人为伴 却又害怕靠近 我不敢多瞅一眼楼上的客厅 简直太陌生了 我无法失踪 我不敢被哥哥们牵出门 街上的吵杂令我心惊胆战 没有问题 知道吗 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 好好吃 好好运动 好吗 在他们暖心的鼓励下 我迈出了接近的第一步 我体验到了流浪时 从未体验过的一切 第一次去宠物医院 看不见感觉不到 第一次抓娃娃 第一次春游 我是一条 在这个满是温暖的 汪淀小屋里 慢慢感受着 往生美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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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